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其實剛剛調那些 都是要給文婉參考的 因為聽說你現在要買調味飲料 沒有 我非常驚嚇 不只調味飲料吧 我才去眼淚白金吃 我發現都 因為以前剛開始 大家說外面這麼多有毒的東西 什麼禽流感幹嘛 或者是什麼塑化劑 要回去自己做 結果變成大家都說禽流感什麼 然後你就覺得說 去外面買好就好了 那你如果自己做要瓦斯費 然後你要出去鋼塊塞要水費 那乾脆就吃外食 原本沒有比較低 對啊 你看你這樣算一算 你跟你們女兒去便利商店 都沒有什麼飲料 其實檸檬紅茶 然後小聲一點 然後就咖啡凍 然後那種果凍 而且我是買那種裡面有實體的 就吃得到那種 現在裡面有荔枝的 對 是真的吃起來 就一模一樣的 然後可是那個 我現在想起來 就是我都會買那個 而且它很耐放 大家可以放差不多三個月 就你放在冰箱裡面這樣 大概三個月 那你吃起來裡面 還是覺得滿好吃的 然後烏漫也是會吃 然後現在又有那個麻辣口味 你又覺得說 你可以隨你去調配搭配 然後就是這些一定都知道 你知道現在很多那種荔枝果凍 那個味道調的跟真的荔枝 真的是一模一樣 而且有些裡面那種青葡萄 你吃起來裡面那個口感一模一樣 跟你這樣扒開那新鮮的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最近因為 因為有一個好朋友叫玲瓏 他突然有一天送了我一小箱 那個玉盒包 夭壽甜 然後那個禮拜天的早上呢 我跟我女兒兩個開心到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荔枝它從前面撥就很不好撥 荔枝它後面一定有一條溝 各位你撥荔枝就知道了 它的尾巴一定有一條溝 你順著那個溝一撥就好了 所以我吃荔枝絕對不會撥到皮這樣子 可是沒有防備說玲瓏的荔枝 可以支多到這樣子 噴著我女兒一臉 我女兒立刻噴著我一臉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真正的新鮮的水果 那就食物了 對 那又不是食品對不對 那個荔枝你就是季節的時候 享受一個一陣子就好了 對 可是問題那只是享受一陣子 我們要生活啊 你要想我們要生活啊 而且像我們這種上班族 眼睛一睜開 就是開始就是很匆忙 所以你就是要方便 要讓小孩吃到真正的荔枝是什麼味道 我了解會啊會啊 有時候團購我會買 可是問題平常的生活 我就會覺得很困難 像最近那個新聞 米蘭也有問題 饅頭也有 那都我女兒最愛 然後本完 為什麼小孩那麼喜歡喝米漿啊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有一種 就是很特別的味道啊 然後我就很擔心 我女兒又喜歡喝臭米漿 那米漿又好吃 一定要有那個烤的焦焦的味道 很燙 臭味燙的那個土豆 可是那個好像 這個林醫師一定不吃的 那有黃菊毒素 所以到底什麼可以吃不知道啊 林醫師你真的這樣 沒那麼多久 你不要這樣搶誰啊 還玩吧 米漿也有修飾澱粉 米漿也有修飾澱粉 米漿會有 所以有馬來的那個 馬來的酸 應該就你外面喝的這個 比如說酸辣湯或肉羹等等 或是勾芡的東西 如果 所以肉羹淪陷不是因為肉羹的關係 是因為 肉羹也有 但是任何會勾芡 我現在講的不是 這個毒澱粉 我是說修飾澱粉 修飾澱粉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用太白粉 你在平常勾芡 那現在你應該沒有辦法去買到說 老闆一碗酸辣湯 他開始煮水 開始在下東西 都已經煮好了 所以從早上一直煮到晚上 如果你沒有一直下去攪 它會凝快 會變醜 所以你這時候就只有用修飾澱粉 用修飾澱粉這問題就都解決了 其實大家這個時候還是儘量吃食物 因為儘量 因為你不能說 每一種東西你都自己做 因為你現在搞不清楚 哪個東西有毒 哪個東西沒有毒 其實不是 跟大家一樣 我出去也是很擔心 我也是找來找去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絕對不吃的 其實很多東西我是絕對不吃的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 我們來記一下筆記 不要說什麼東西 醃漬類的我是絕對不吃的 醃漬類 對 新的 油炸燒烤的 鹹生甜也不吃 泡菜你也不吃 泡菜是可以吃 但是醃漬菜就不要吃 韓國泡菜是醃漬菜 它不叫泡菜 泡菜是我們今天做 明天就可以吃的 那是新鮮的 小黃瓜那就是 對 所以你很久沒有吃醬瓜了 很久了 而且事實上很多一些什麼 米梯你也沒有吃 對 我女兒好愛吃米雞 你沒盤導入 怎麼會 不要吃 那吃白雞飯 我一個犧牲的聖友 一天吃兩個導入 幾年以後幹硬化 因為他腎臟壞掉 那個很鹹 他沒辦法去擺 我告訴你 腎臟病人最喜歡吃鹹 等一下 那是因為鹹的關係 不是導入的關係 不是 它本身在發酵過程中 就會長霉 而且 就一些沒進的毒素 就可能在裡面 所以事實上 偶爾吃沒關係 都吃清淡 都吃稀飯配豆腐而已 對啊 整個荷包蛋上面 還要用豆腐 我跟大家講 這些醬瓜什麼 目前都不是真的醃漬的 它是化學性的 很快做出來 它不是說一翁一翁 放在這個牆角上 讓它經過幾個月 自然的長霉發酵 不是的 我小時候 還幫阿嬤採過那個瓜 對 它的瓜不是黃瓜 要做醬瓜的瓜 是一種比較長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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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其實做 應該是叫 什麼 那是什麼特別的瓜的名字 酸瓜嗎 不是 不是 我忘記了 有比較長的 它比較黃 它比較黃 它沒有那麼綠 其實現在的這種瓜 都不是醃漬的 像是米醬 豆醬 那都是醃漬的 豆瓣醬之類的 它沒有醃 它怎麼會變成那個顏色 類似化學醬油一樣 它有醬油 它直接去做的 好精口 不用精油長霉的程序 你看台庫棒就知道了 你如果真的做的 台庫棒 哪有那麼螢光黃像 你衣服上穿的那麼 對啊 連那個飯有沒有沾到 都變黃 一秒鐘不讓你變成黃蘿蔔 對 李氏 配稀飯 配那個晚上 香香香 但是我兒子是 還有一種是菜心 我兒子可以 菜心 我很好吃 但是現在的菜心 都不是真的醃漬的 它醃漬怎麼 來得及賣那麼多 你又沒吃你怎麼知道 因為它本身上面標定的就是 我們去那種傳統菜市場 找阿桑買那個會不會好一點 那種更擔心 因為你大公司做的最起碼 它合乎食品的規範 黃菊毒素不能超標 什麼不能超標 這麼多阿公阿嬤也是 從年輕人吃那種 現在也是90歲了 這是這樣 吃分吃是四人 不一定都有肺癌 但是你風險 風險比較高 以前吃的比較天然 對 也有可能 現在這麼多 環境不一樣 食品添加物 人家以前吃的都天然 你現在吃的都食品添加物 你吃毒吃的 我也有吃菜來配 對啊 你醃漬類不吃 然後那個什麼 還有什麼 加工的不吃 油炸不吃 還有呢 對 燒烤了 飲料不喝 我們儘量吃當季生產的食物 對 確實我家都是這樣 請問你端午節都吃什麼 吃粽子 你太太包的 對 粽子就是米 肉就是這樣子 外國買的嗎 有鹹蛋黃 我們教人家怎麼包 你教人家包 對 他會包 我們之後你給我家的食材就好 現在你長江有這麼贏 不是啦 他叫人家包 沒有 意思 現在要吃肉粽 肉粽都有鹹蛋 鹹蛋啊 黑瓜啊 牛魚啊 對… 干貝啊 例子啊 我們家就是糊粽粽 就一塊肉 就是這樣而已 香菇也沒有 都沒有 完全沒有 香菇為什麼不要 沒有啦 我不是說這樣 我們就是喜歡吃單純的 了解啦 我以為香菇不能吃 不是啦 不要這樣隱身 我覺得實際上是單純的 單純的 我也跟大家問一下 這是真的手工餅乾 我們昨天同事為了做這一集 他自己烤了餅乾 說是不含添加物 請大家放心的吃 那我跟各位講 他有標示原料喔 來 白砂糖 低筋麵粉 蛋白 快狀動物性奶油 鹽巴 帶狀杏仁片 OK 來 就是這樣 問題是什麼 快狀動物性奶油 就是奶油 奶油就是 不用拿我 我先問貴姨 我先看你要吃嗎 我再來吃 你看 他不拿我不要 沒關係 我說 我們做一個來賓 你不要吃這麼大塊 你也可以 沒有啦 我是拿起來看 你看 你是不是 我跟各位同事 我不會吃太多 因為他常常在種子力場 跟我畸辯 唉唷 說我愛吃的 有夠怎樣 有夠不愛吃 你看 天爺 天爺 這個油的味道很高 它都不夠吃 油味很重 它的比例有問題 對不對 其實這種東西 當然都忽略了幾點潛伏的風險 第一個 奶油 就跟豬油牛油一樣 它含有相當高的油脂 而且相當高的膽固者 兩個泡芙就是一個雞蛋的膽固者 兩個泡芙 對 就是一個雞蛋的膽固者 這也有種蛋的那個 這兩個雞蛋 它本身的話 其實它本身也是高熱 高溫氣加熱烘焙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加的這些 還好那是加低筋的 那是高筋的 蛋白質也會變性 有個病人 可是麵包都是高筋 餅乾都是低筋 對 有的是我們高溫烘焙的話 我們的蛋白質可能會變性 了解了 而且事實上 它的奶油 有的是加緩製脂肪的 而且鹽分也是滿高的 而且 所以事實上 很多的女孩子 拜託 我已經買回來自己做了 你還 我說什麼 你家的動物自發 你到底要快撞動物性奶油 我最擔心它買的是什麼東西 有些大家自己家裡買的 它也不一定是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主婦 有時候真的不大會料理 所以它即使要做甜點 它去買的可能是已經調好的粉包 我跟你講我最近最擔心那個 因為之前在講說 那個鬆餅裡面有什麼 蓬鬆劑 其實是含鋁的 然後那個小姐都說 沒有 我幸好我都是去大賣場買 那個鬆餅粉自己回家做 我說是 可是大賣場裡面 那個鬆餅粉的蓬鬆劑 也是含鋁的 就是說你有時候覺得說 我自己買回家做 但是動解是你買的原料 對不對 這也是另外一個 因為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爆發另外一個問題 當然有些人是託詞 有些人說 我也不知道我買粉裡面有這個 他就說這個做起來 比較好吃 可是那個 比較賣國外食品的那個大賣場 他們的那個蛋糕粉 那都是在美國賣幾十年的耶 是 逼開頭的 所以你要看 可是你要看 因為它本來就是合法的 它就是合法 但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要不要吃 但是因為人家外國有一個好處 是它都會飆出來 只是我們有些人 我們已經習慣不看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可是像這一次裡面是 很多人就內業的說 我不知道 甚至他們說有一個說很好笑 他說他去跟業者溝通的時候 齊雲劑 他們說 那請問你告訴我 齊雲劑裡面有什麼 這個用很久 我也知道 就是倒下去 糊糊糊 對 他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是在於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用了什麼 所以即便你買回來 你DIY 他告訴你說 A加 B加 C加 A加 自己在家做好健康 你知道嗎 蘇欣妳講 像我媽媽是什麼東西都自己做 大家相信嗎 包括月餅 中秋節她是不在外面買月餅的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真的厲害 我每次回家 那沒打開 這香味四溢 真的跟外面麵包店一模一樣 可是我跟大家講 蘇欣講到一個重點 我看她弄 其實我有點膽戰心驚 為什麼 也要做鳳梨口味 它什麼都自己弄 可是問題是 對 可是它全部都是什麼 對 它全部都是什麼 對 然後鳳梨 鳳梨整個 整個茶 也是拼起來都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吃起來 鳳梨有乾絲 所以那你覺得他怎麼辦 他都跟你說 媽媽這時候很乾淨 很偽新 像這次新聞對他來講 他覺得受挫很大 他就會買那些東西 而且那個味道這麼香 恐怖 到底是 而且一定放不鬆氣 他要求你媽媽 連鳳梨的餡都自己弄 那就是微燙太多了 所以美人姐 我說這就是難為的地方 就是說大家說自己走... 那還是問題在 哪裡買來的 很厲害 很香耶 還上面撒芝麻 太香都不是很香 對啊 都不是啊 你看那個就不好吃 我們用浪費只能吃 我們用浪費只能吃